那就咱倆去呗 咱那小店驴不也能拉回来吗 行我告诉他一声 俺俩直接骑店驴子去了 你别开车再过去了 完了俺俩正好现在有时间啊 我还想回家看看 你先带我呗 嗯 那你带我呀 我们俩回我家一趟 我姐夫最近这段时间 不是我家装修一直在那忙吗 然后他有东西在那的 他想去去 我俩行就别让他开车了 骑小店驴正好回家看看 直接给拉回来了 我好久没走这条道了 这条路了 以前回家的必经之路 欢迎 谢谢 这地都擦干净了 哎呀 没啥太大变化呀 那这边还是很敞着呢真的 多亮呢 我姑娘那屋现在 就缺床 还有这个窗框子 拉门都已经订好了 没来呢 没安呢 他说他说的完事了应该是基本上完事而已 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这个地方还是很宽的 我给大家这样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空间还是挺宽的 挺敞亮的 这个客厅一点都不耽误看电视 然后阳台 照样是这个大床 头亮的 对 这阳光照样能照进来 嗯 没啥太大变化 然后 大家可能 我妈家老房子大家没见过 他家那客厅就差不多这么大 对 那时候也是两时一厅的小客厅 哎呀妈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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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个 然后 他这个屋子也过大了 真不错呀 你家这个电视是大床的梦梦一时的尺寸 姐 咱俩回来干啥呢 拿东西 嗯 你给电电视呢 你还挣钱给我姐夫换大电视吧 求你了 不用换 其实你看这么大的 对 哦 我其实其实把这个搬走行的 门口这做了一个镶嵌的灯条 然后他这个有个感应器 就是你刚一进入的时候 直接就亮了 15秒钟自动的面 周围明白是干啥的了 之前他俩不是说 在这块按电脑上蒙蒙干游戏吗 气死了俩了 他俩研究这个灯的时候 我想说你俩研究这样又放啥 他俩说放一台电脑给蒙蒙干游戏 实际上是要按这个灯条设计一下 跟我家那个门口的眼里是一样的 感应的 挺好的 没有啥味儿了真的 我说这是什么棍子 棍子是这样的 嗯 黑白配的吧 这种酱子就不明了 啊 这不门吗 按门那些啊 这边是开的 发味儿没有味儿 嗯我净乎反而是没闻到啥味儿 因为每天都开窗放嘛 还是得放 然后小李子跟我说说 给他姑娘买的床 是在网上 这不六一八吗 本来还没有发呢 我还是往这发了 他说床来了 安上 那边沙发也是在网上买的 嗯 我的床 沙发到了 这个窗户 我姐朋友订完了是吧 对 窗户在一安 就完事 啊 这个我要给大家汇报一下 有很多朋友说的 想让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家装修整这个屋 一共花了多少钱 大概我算了一下是两万多块钱 嗯 因为我给小李子就给了他两万三吧 他手里剩不剩我不知道了 然后他零了八岁的我也加了一点 他也加了一点 大概就两万多 嗯 是不是挺好的 加上沙发啥的吗 加了 就是用最低的成本 然后 做了个 三十一厅 挺好的是不是 对 我看有的朋友还是不太喜欢我家这样 但是我们自己挺喜欢 挺满意的 做完了 大娘也回来了 就是从这个窗口挽出炒 你看这不都透亮吗 然后这个卧室的话不会很憋屈 直接这么透亮过来的 然后如果想要保护隐私的时候呢 把帘一拉 跟翘翘的房间一样 他那个房间不也是这种吗 就是有个窗子 格子还有个小储藏间 最重要的是我要说一下 就是他 大家说这个房子这么装修有必要不买的 嗯 我们以后肯定还有打算 肯定有换房子打算 但不是现在 现在暂时就是这样 而且这个装修这个是到处都能拆掉的 嗯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把这房子卖掉的话 肯定这个要拆掉还原的 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好的打算的 嗯 一步一步来 然后我们自己呢也是有一些规划的 我知道大家都比我们着急啊 我还想这个老人呢 有孩子呀 嗯 就是想了以后会更好一点电梯楼呀 低楼层 这些问题 我们一直都有这个打算 然后也都放在心上 也都放在心上了 自己有规划 谢谢你们啊 暂时咱们就这样 这位挺好的 关在他看房子了 把最重要的事忘了 问我姐夫拿啥回去 拿哪个呀 拿哪个呀 这个是铁桶 这钉上都不要了 咱们都拿回来吧 都拿回来的 不要了 这个是吧 都不要了 那行 看来都很满意 只要一收拾出来就好了 那时候那个客厅那个儿子 对于那个旧散发 一瞅着就不吵了 你看这个散发 你看这个散发是也能放挺大的 2米7 嗯 倒了就好了 这个615分 615分 那2米6的啥吧 那也正经挺辣 也够了 挺好的啊 亮的 那天那天 大神说的 找什么多好啊 后悔了 真晚了 也差了 你看一点都没挡过 我感觉 一点都没挡 那那时候要设计是在中间直接隔开 多亏没那么隔 来看看房子 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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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